3、2、1、2、台南2024正式启动 2024台南艺术博览会正式开幕 会聚50家国内外展商 超过250位艺术家 在台南精英酒店展出1500多件作品 以平面为主大部分都是油画跟压克力 然后再来就是以雕塑类 还有一些水粉的画 那我们这一次想要展现是从终身代 一直到很多新锐艺术家 我们这次展出的其实比较偏向当代一点 然后比较抽象 那同时也有一些具象 每间画廊都呈现出多元的艺术作品 其中的亮点是和五位台南当地艺术收藏家合作 所推出的藏家特展 里面总共有12件世界各地的一个艺术家的 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画作 以及雕塑 还有一些像比如说炎田千春的一个大型雕塑 每年艺博会也都和台南新艺奖合作 扶植青年艺术家 透过梅合画廊独立展间的形式 接轨艺术市场 非常多的跟在地的联系 然后有提醒我们有不同的创作跟展览的机会 我一直以来的创作脉络是 比较有在挑战艺术的定义或是观者 他们观看一件艺术品的极限 今年适逢台南400 台南艺术博览会更强调深耕当地艺文连结 在围棋三天的展览当中 展现台南丰富的艺术氛围 那这次画廊协会所主导的这个台南艺术博览会 也特别有跟了很多我们在地的 包括奇美博物馆的合作 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店家 跟这个旅游景线的一个合作 所以相信会带来更多的人潮 作为台湾开春第一档重要的艺术博览会 也预示着台湾整年度 艺术创作的思潮与收藏风向 欢迎大家前往参观 探索台南的艺术 即将收回来探的报道